我们应当要了解 下面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是在映光大使净土开示 有84题 第38 什么是摄心念佛 讲到摄念法 当念佛时 从一句之十句 需念的分明 任需记忆的分明 这十句已 又需从一句之十句念 不可二识三识 从一句之十句 使一口气念完 还使中间可以唤起 另外 需念的分明 任需记得分明 若需记述记得分明 则念佛 便不再是一心 心又要记述 又要念佛 虽可以减少妄念 但任是二念 可得一心不乱 这个问题问得很长 这个是讲 神念法 神念法 是词语灌顶法式传的 对于工作特别繁忙的人 没有时间做造完课 大肆地教给我们 这个方便法 就是 早晚课 用这个声念 这个声念 是一口气 叫一念 念舌口气 这一口气里面 每一个人 这个气的长短不一样 所以念佛 多少不拘 不一定是识 一口气 一定要念十身佛 没有这个规定 一口气 不论念多少声 这一口气 叫一念 念十口气 当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 用这个来做早晚课 养成念佛的习惯 很有利益 那么他这个地方讲的 这个一句说号 这是应光大师 特别在这里 特别在这里 教给我们摄心 这就是讲摄心的方法 摄心的方法呢 是你念佛 念得很清楚 一面念佛呢 一面激素 念佛跟激素 都清楚 都明白 这个激素 是按着气的 不是很明显的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不是这个念法的 是念法激素 不是这个念法的 也不可以用手指激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面念 一面这个素字 很清楚 实在讲呢 不一定呢 念到十 回过头来 再从一 激素起 能够这样按计 计十句 就相当不容易 所以古德 又教初学的人方便法 用什么呢 用三三四 你这个念佛的时候 计三 三遍的时候 能很清楚 念到五六 就不行了 数字就会乱掉 这是一种 泄心的方法 泄心 说是念佛当中 还是个二念 二念也不错 比你那个杂念就好多了 进步太多了 你现在不能到这个 一心 不能到一念 你已经到二念了 功夫就相当不错 二念念成熟了 就变成一念 功夫一定会有进展 会有进步 如果实在呢 这个十句不容易 念到六七句 数字就乱掉了 就不知道念了多少 所以 你就不必记十句 十句是个圆满素质 慢慢的来 先从三句 四句 五句 逐渐求进步 达到十句 就很好 十句记得很清楚 一点都不乱 这个是写心的一个好办法 确确实实 这个念法了 会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都念掉 感谢细